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伯阿伯 好啦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TAMMY跑去阳鸣山上 灵修了 不是灵修 做瑜伽好不好 做瑜伽跟他的姐妹 把我一个人在周末丢在家里面 都爱去工作去吧 死老头 好啦 所以呢 非常荣幸的 在这个周末的日子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呢 在经营美国的市场里面 所观察到的一些 品牌发展的方向 以及他们对于市场沟通的讯息的改变 那这些趋势呢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点 那如果你在亚洲做品牌 或者是你有兴趣做国际的市场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些新的想法运用进去 那当然有些想法我觉得啦 可能在亚洲里面也曾经发生过 或也是正在发生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外国的趋势 外国的月亮就比较大 比较圆 又大 又圆 好不好 外国的月亮呢 他只有一个点是绝对是真实的 就是他在外国 虽然这些国外呢发生的趋势 他可能不一定是最新的 他有些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最近可能变得更成熟了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有一些趋势呢在亚洲里面 他未必一定适用了 所以大家在听这些趋势的时候 也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市场 还有目前品牌所在的阶段 去判断说 这个事情我到底是不是能够再加一步的发展 然后运用在我自己的企业身上 那第一个呢就是很多的数位原生的品牌呢 正在进入实体通路 那当然呢这已经是发展一段时间的事情了 就是所谓的 Omni Channel 就是多通路渠道 可是我觉得呢在疫情过后 多通路渠道这件事情是更被验证 它是非常的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呢 当然电商在美国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甚至在几周的时间就达到了 过去十年所累计的成长 快速快速的增长 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所发现的是 当疫情走了之后 重新社会打开了 其实能够留下来的新的增长 或者持续的增长呢 其实又缓慢了下来 也就是说消费者呢 其实还是非常喜欢去到实体店面里面 去体验 进行触碰 或者是实际看到这些商品 甚至是试穿 然后才能够决定 他们是否想要购买这些产品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人性的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啦 就是 眼见 为凭嘛 那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品牌呢 就非常的努力的 让自己原来只能在虚拟的世界的品牌呢 更融合 整合到了现实的生活当中 第一个所要跟大家介绍的品牌就是 Schem是个品牌 它的创办人呢 正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金卡代山 美国超级大网红 OK 只要他所promote的产品呢 基本上就是呼风唤雨啊 很多品牌都这个付了一则贴文 可能上百万数百万的钱 请他帮忙promote品牌 而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品牌 整天在promote 当然他的营收就成长得非常快 而这品牌呢 所做的就是内衣 睡衣 还有硕身衣 这个我们所俗称的 intimate 亲密的服饰 intimate apparel的这个品类里面 但是品类呢 它们所主打的就是所谓的包容性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身材呢 曲线呢 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我们 种族啊 族群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要针对这个 所有的身材 所有的身型 都做出适合他们的产品 所以在网站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种族的模特儿 以及非常不一样的身型 跟身材的模特儿 在展示他们的衣服 那他们呢 最近也打入了nostrom 这样子非常知名的百货公司 在这些百货公司里面呢 就可以买得到他们的商品 所以 着着实实的 就从一个网路诞生的品牌 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 哪里都买得到的品牌 所以这是Skims 那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非常 知名的网路 也是一样 网路保养品品牌 叫Gossier 那Gossier呢 是由于非常知名的 美妆部落客 所创造的品牌 也是 行之有年了 那他们原本呢 在疫情的期间呢 想要大幅度的 扩展到实体的店面 但没想到呢 因为疫情的发生 他们暂缓了这个计划 那到最后面呢 开了三家的店面 而其中最大的一间 开在洛杉矶 洛杉矶的店面呢 在中间就有 非常的 大型的装置艺术 就是 石头 然后青苔 然后上面有这个Mushroom 有 有这个蘑菇这样的 那就是为了展示 就是说 这个品牌呢 是非常的天然 非常的有机 然后也是非常的健康 生活的这种品牌 那我们这边的观察点呢 就是说 这些网络的原生品牌 他们一旦做到实体店面的时候呢 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 打卡性 就这个店面做出来的呢 到底值不值得去打卡 你想想看呢 如果今天 你所喜欢的品牌 然后他开了一个实体店面 而实体店面里面呢 又有非常漂亮的这个造型啊 或装置艺术的话 你是不是就很想要去朝圣 然后甚至不只朝圣 你还可以打卡之后上传 然后让更多你的朋友知道说 哇 你出现在一个这么潮流的 实体店面里面 所以在店面的设计的时候呢 这些网络品牌呢 非常着重的就在于 宣传性 因为他们非常知道 他们当时是靠网络红的 他们非常的善用 店面的装置艺术的设计 然后再结合 网络的打卡等等 让他们宣传的效果 能够提高的更好 好那下一个呢 就是家居软装的品牌 就是Parachute 那你常常在买家居装饰的东西 不管是你的床单啊 抱枕 或者是这个杯子啊等等 你会不会想说 啊 我买了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样搭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在网络上面 看那些图片的话 那其实这个家的风格 可能跟你家也不完全一样嘛 所以你想说 我买了之后 回来家里面不漂亮 所以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Parachute他们在拓展 他们实体店面的时候呢 特别安排了 就是每一个店员 都经过了专业的 Styling 居家搭配的这个训练 所以他能够让你 在去造访他的店的时候呢 还可以预约30分钟的 免费顾问咨询 可以带着你家的照片去 实体的店面里面 然后由他们的 专专业的设计师去提供建议给你 就说你们家可以怎么样的去搭 然后我们有哪些产品是适合你们家的现在这个风格的去帮你介绍 所以再一次的印证了 也就是说你开一个实体店面的时候 你所要考虑的呢 不再是卖产品而已了 因为如果只是卖产品的话 那他大大的可以直接去Walmart里面买最便宜的东西 去Target里面买设计漂亮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要开一个实体店面的话 你所要去关注的更是说 我怎么样能透过我的实体店面 让我的消费者体验变得更好 那即便他在这个店里面 如果就算没有消费 他之后呢也会对我的品牌产生非常好的印象 能够随时随地的在我的网站上面购买我们家的商品 所以Parachute这个做居家家室的实体店面的策略呢 就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哦 那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品牌呢 就是Away这个品牌 那他们原本呢在疫情前呢 是做旅行箱的品牌 那大家也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不能旅游了 那怎么办 那当然Away呢他们并没有座椅代币 那他们原本除了已经开了实体店面之外 他们在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做了一系列的转型 从原本长期旅游会在机场出现 所需要的行李箱 他们也做了 比如说你只开车 到这个近郊去旅游啊 或者是因为COVID的关系 想要去乡下走走啊 这种一两天的weekender 然后这种包包 旅行包 旅行背包等等 让这样的产品呢去推出 所以在疫情期间呢 其实虽然营收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呢也因此而获得一些更新的消费族群 所以我觉得在疫情期间 还能够努力的思考转型 然后去突破的品牌是非常的棒的 所以想要特别介绍Away这个网站 让大家去参考一下 以上这几个品牌呢 就是掌握了消费者 实际上还是非常想要在店里面有一些体验 跟这些品牌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接触 或者是很多消费者 他就是还是不是想要在网路上买东西的这群消费者 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了实体通路策略 或者所谓的虚实整合的做法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趋势呢 也跟这几年非常大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 或者是亚洲疫呢 在美国从在去年疫情期间 受到非常大的歧视等等 这些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也就是一个族群包容性吧 或者是多元包容性的一个这样的议题 那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品牌都非常的关注 以及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 多元包容这件事情呢 虽然我们现在讲出来 大家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 就觉得说 哇我们社会上本来就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种族 那当然我们就应该要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 而让大家都能够共好 就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实际想想看 现在在社会跟我们自己所身处的环境里面 正在发生的状态 真的是这样吗 你问一下自己 你观察到的 你有认为是这样子吗 好吧 所以这些品牌呢 其实他们因为有一个非常理想化 想要达成的目标跟目的 所以他们创造这些品牌去教育我们 或者是也不能说教育我们吧 或者应该是传达一个讯息给我们 所以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棒的 也就是身为一个企业呢 除了赚钱之外 其实你有个更大的社会的责任 或者是一个参与的义务吧 因为毕竟你在市场上面行销 你就是不断的发送出声音嘛 所以即便你没有去发出正面的声音 可是你只要不小心发出了一个声音 是创造了别人的误解 那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个负面的效果 举例来说 如果我做的是一个保养品的品牌 而我所倡导的就是 白才是漂亮 女生就是要白 一白则三丑 如果我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好像觉得没有做什么错事 但实际上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去教育了就是女生的观念 可能从小到大 我们就教育她的观念就是 哦那你就要白 那我们作为品牌 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说 那如果天生所谓的欧巴队的人怎么办 那她会因此而觉得说自己是不好看 自己是不漂亮的 而影响到了她的发展 她的心理如何看待自己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作为品牌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社会责任义务 就是你自己怎么跟消费者沟通的 你有没有不小心创造出 不好的社会影响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些品牌 它是怎么做的 然后把这件多元包容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好 那第一个呢就是雷哈娜所创造的 Fenty 跟Fenty Savage 这两个品牌 那Fenty呢所做的就是 保养品跟化妆品的系列 你只要看Fenty的产品页面呢 你就非常快能够看出 它如何去思考 多元种族包容这件事情 因为它的颜色 不只是放在白色的背景上面呈现给你看 它也把不同颜色的种族的人的手 上面颜色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也都展示了给你看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黑人白人 还是亚洲人 甚至拉丁美洲等等 你看了它的产品页面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画在你自己的身上或脸上 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效果 它所使用的模特儿呢 当然除了女生 然后在这个页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亚洲脸孔的人 那甚至还包含了男生 也就是说他也在传达一个讯息 给大家知道 也就是说男生化妆 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它透过这样子 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其实告诉大家 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化妆不是什么娘娘腔的行为 化妆只是一个自己自我的展现 每个人都有自我展现的权利 而他们所在倡导的就是这些的想法 那当然这样子的想法呢 或许啊有些消费者会觉得说 男生就不应该化妆 而因此而不喜欢这样的品牌 那其实也无所谓 但是我们要知道了 所有的品牌呢 都是跟着文化的改变在变的 虽然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男生看男生化妆 可能是觉得哇 真的好像很难接受 但是呢 其实今天到了2021年 甚至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我觉得男生化妆 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 自然 非常这个 每天都会见到的事情 所以这些品牌在观察的 也就是我们社会文化的变动 而提早做出了宣告 提早了选边站站好这样子 那Fenty Savage 就是它所创造的那一品牌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产品页面上的呈现呢 跟一般的购物网站 或者是服饰的购物网站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一般的服饰网站呢 你点进去 可能一款衣服 就是一张照片嘛 对不对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你才能够选你的尺寸啊 大小 然后看到可能不同模特尔 穿出来的效果 那甚至很多服装的品牌 其实只有一个模特尔 穿给你看啦 然后其他的尺寸 就是要自己靠想象的 就说那 更小一点的 更大一点穿起来是什么效果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Fenty Savage 他所做的事情是 你进到他的产品页面呢 你就看到他们把同一件衣服 穿在比较瘦的 跟中型体型 跟比较胖的体型上面 所展现出来的效果 就直接 放给你看 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品牌的传达上面呢 当然如果你是瘦的 你可能眼睛里面就看 哦 符合你自己体型的样子 那你就会找到一个归属感嘛 就可以快速知道说 哦那这几款衣服 我可以点进去看 那其实对于胖的人呢 他就不会有被排挤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胖的人点进去了之后 就可以马上也看到 属于他的这些衣服 展现出来的样子 他可以再点进去看 他所喜欢的颜色等等 他就可以一次看到 那对于一般的 大部分的消费者呢 其实我觉得他还传达了 一个更深底层的事情 也就是说 哇哦 其实同样的一件衣服 穿在不同的人身上 其实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跟不一样的味道 那也就是在过程当中 慢慢教育我们消费者 就是对于多体型的包容 跟多体型的这个接受 这样子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元包容 我觉得这也是品牌 他在底层想要传达出去 跟 效益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我就觉得 这样的品牌 其实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值得我敬佩 也会让我这样一般的消费者 在未来选择的时候 更愿意去选择 像这样的品牌 符合我自己观念 符合我自己理念的品牌 那当然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就是觉得 社会应该只有一个声音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选择 像这样子的品牌了 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 品牌案例呢 他们就是GAP集团底下的 Athleta 那Athleta呢 他们所做的就是 女性的运动品牌 那在今年呢 他们签了一个非常大的 运动明星呢 叫做Simon Biles 那Simon Biles呢 其实是美国体操的 超级明星 那他是一个黑人 他成长的过去呢 其实有点坎坷 但是最后他排除了万难 成为了在美国体操里面 甚至是美国运动员里面 最伟大的成就 这样子 那他在今年的这个东京的奥林匹克呢 他没有办法参加 因为他在被训练的过程当中呢 包含他在内 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女性运动员 在体操队里面 都被他们的这个随队的医生呢 遭受到了性侵害这样子 而产生了非常大的阴影 所以他后来呢 就为了这个女性的性侵的这件事情 也非常出力 在讲这个 然后非常勇敢的站出来 然后跟大家去宣导这个事情 那签约Athleta呢 当然是一个对Athleta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 其实在签约Athleta之前呢 Simon Biles一直都是 Nike的签约运动明星 那过往的几年呢 其实Nike在女性议题上面 有不少的丑闻 比如说在他们自家对于员工呢 所创造的环境 其实不是那么友善的 也包含 跟某些运动明星在签约的时候 就注明了 就说 如果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 你怀孕的话 那我们就要举行这个罚款 其实也是对女性来说 相当不友善的一些条款 那当然虽然Nike现在 针对这件事情都有努力的在改善 可是作为一个品牌 我们的观察点呢 就是说 其实当品牌 虽然它有非常好的品牌的文化 品牌的价值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与时俱进 也就是说在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上面 跟得上时代在改变的脚步的话 那你可能会因为做错一些事情 而被消费者开始排挤 因为这些明星呢 在转移阵营的时候呢 其实就非常的清楚说了 我今天转移阵营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发现 这个新的品牌 跟我的价值观 跟我个人的价值观更符合 那隐隐约约呢 其实就是有一种在反对吧 比如说Nike 它可能在某些做事情的风格上面 所采取的态度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对品牌经营者来说非常好的反思 好那下一个品牌呢 叫做Girlfriend Collective 那这边呢 其实我就快速带过 Girlfriend Collective呢 在讲的是两个重点 就第一个呢 也是一样 就是多元包容的这件事情 如果你看产品页面的话 可以快速的发现 它也是一样 有非常多不同身型的模特 去展示它的衣服 那第二个呢 他们非常注重的 就是环保的议题 也就是说他们透过 回收塑胶所产生的丝 去做成的衣服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有效的降低污染 有效的提高了 环保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们还回收 就是你穿过了 他们所贩售出的品牌的衣服 然后回收回来呢 再制做成新的衣服 再去贩售 是不是很省成本 不是啦 其实做这件事情 更花时间 更花成本好不好 他们为的是就是去 应该是说倡议 他们自己所提出这件事情吧 因为一方面 如果你说我要环保 就一方面你又 制造出很多新的垃圾 那是不是有点 自打嘴巴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的在做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有的观察就是说 当今天两个新的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新的品牌的诞生 也就是说刚刚这个多元包容加上环保 因为有些品牌可能一直讲环保一直讲环保一直讲环保 它就是一个环保的品牌 然后一些品牌只是讲多元包容多元包容多元包容 但是他们就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新的品牌的声音了 所以这个也是创新常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你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价值观 然后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 那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品牌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最后一个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品牌呢叫做Topicals 它所讲的品牌核心价值观 我觉得非常的容易明白明了 它讲的就是我们人的皮肤呢其实不是完美的 而就是一直叫我们去追求完美的皮肤呢 那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它所观察到的呢就是非常多的人 其实有不管是先天性啊后天性 所以有些皮肤的疾病 不管是一些斑啊或者是这个痕痕疤疤等等都好 那大部分的品牌呢在宣传 身体的时候或宣传脸的时候呢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形象 那这样子呢不知不觉的所导致的效果呢就是让 这些拥有皮肤 imperfection就是不完美的状况的人呢会感受到自卑 会感受到跟人家不一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品牌在制作他们的宣传物啊或者产品照的时候呢都选了一些就是 皮肤有斑的这种状况啊或者其他皮肤的一些这个先天的疾病的状况的照片 来展现给大家看 那他其实在宣传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变得很理所当然跟很自然的事情 他想帮这些人发声跟让这些人觉得说 其实你看这个是没有什么的感觉 因为呢他们所观察到的是很多有皮肤疾病的人到最后会发展出心理上的疾病 他们想要能够借此而把这些事情去更包容更自然化 让大家不要去用有色的眼光看待自己或看待他人 其实他都是对这些议题呢从过往的历史记录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议题的在意跟他他所要想要传达的声音这样子 因为所有的品牌到最后呢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核心的事情是大家所关注的 也就是他的真实性 就是这些创办人是不是真心的为了这个议题所投入所在乎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消费者当然很容易就可以看穿 而最后呢就感受到背叛 如果当今天这个品牌不再的那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是所有的创业者必须要去好好的想的 就是我们不能够为了创一个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 而去编织一段美好的谎言这样子 编到最后它就是一个谎言而在谎言上面建筑出来的品牌最终是会崩裂的 那另外一个观察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刚刚所看到的所有的品牌呢 在本质上并没有做任何的创新 不管是保养品也好服装也好或者是刚刚的这个topicals 其他本质上面呢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跟原来其他品牌在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甚至可能在配方上面可能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他们透过一个品牌的核心价值观 去感动了新的消费者去吸引了新的消费者 而进而打造一个新的品牌 所以品牌的差异化呢 常常提醒大家就是它未必是在商品本身的新发明或新发现 品牌的差异化呢 其实往往就在一个核心观念 一个核心的理念上面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品牌 好啦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启发 对你现在在做的事业也好或者品牌也好 有一些新的观念的灌输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那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帮我的影片按赞 然后宣传出去让更多人发现 好啦拜拜